第151集 手刷吧 眼心冷横了一声 翘脸带霜 通体冲起一道到绿色闪电 他急速冲来 抬手扶向了小不点的身体 在其长之间 绿色条纹一缕缕 如一片壁网向前召来 将小不点俯火 小不点 右手银锤猛力一针 突然间炸开 轰的一声将碧绿的网粉碎 而他自己也迅速的冲过去 砰的一声 抓住了眼心的手腕 猛力一带 再一悬 就将他背对自己 俯火在尽前 妹妹 这样是没用的 在其指端 银色符纹闪烁 喷波霞光 抵在眼心那如天鹅般的 雪白镜像上 当场制住 众人发呆 燕心竟然败了 而且这么快 这完全是大意所致啊 少女燕心是又羞又气 被一个小猫孩调戏为妹妹 本想要殴打他一顿 不曾想 才刚开始就被俘虏 让他雪白翘脸 飞侠难以忍受 小不点 黑黑直小 冲着众人眨眼 那意思是我赢了 燕心羞脑挣脱了出去 摸了摸雪白的镜像 而后握紧了拳头 小不点提醒 愿赌服输 不能耍赖 下一个 第二个出场的还是少女 就是那个身穿瘦皮衣 小脉肤色 性感而又野性的美女 她名为飘雪 像是猎豹般 凶猛的扑杀过来 紧一瞬间 周围霞光隆隆 脚织成一片战毛 自其身边化成一刀刀赤光 飞向前去 要将小不点动传 飘雪全力进攻 见到燕心阴大意而摆 他上来就动用了杀手锦 一杆杆战毛破空 发出无声 极为璀璨 小不点轻移 动作极快 刹那躲向一盘 而后双手一合 一个银色末盘出现 急速碾压而过 可查声不绝于耳 所有战毛皆粉碎 这一结果 震动了所有人 如果说 刚才小不点赢的侥幸 那么现在呢 绝对是实力可怕 非常过硬 搜得一声 小不点一冲而过 先是在飘雪小蛮腰上 点了一指 顿时让他如雷击般 而后又一掌划过 将其发丝斩下一缕 迅速退去 绝对是完胜 若是对敌 这两击足以击毙对手了 众人动容 这个毛头小子太厉害了 简直就是一头凶手 勇猛而精力充沛 拥有强大的冲击力 小不点开心的笑着 美女我最喜欢了 跟你们切磋 还能得到战利品 谢谢啊 众人实话 久久未出生 这孩子如此手段 绝对能紧天才赢 怎么身为普通弟子呢 小不点跟个财迷似的 瞪圆了大眼 看着地上那些药散 宝药古书等 有没有啊 赶紧着上来 好多战利品啊 都是我的 第三个人久久未上战场 众人诧异 转身望去 发现 竟然是一个伤好 周宇豪 他无比尴尬 刚才他也站在人群中 被小不点奚落 并点到了 自然也只好顺手扔下一些赌注 他相信 这毛头小子肯定会被前面的人修理的很惨 不会轮到他上场的 他上次在流血冲突中 被暴动的数百名普通弟子差点踩死 若非族中送来保药 他最起码几个月后才能下床走动了 哦 喂 别傻愣着 该你了 这一次小不点竟主动出击 瞬间冲了过去 周宇豪后退 他现在身子骨很虚 哪能参加战斗啊 可是呢 已经晚了 小不点到了近前 一记老拳轰处盖在他的脸上 周宇豪这啊的一声 口鼻窜斜横飞了出去 在昏迷过去前 他心中闪过一个念头 这一拳的感觉怎么会如此熟悉呢 与上次那个很贱的小子 害自己时打的一拳很像啊 对了 他是清风的哥哥 噗的一声 周宇豪 临昏过去前吐了一口老血 也明白了很多事情 下一个 小不点挥了挥小拳头 对清风说道 就是这小子欺负你的 以后像我这样 直接一拳撂倒 清风大眼发光 握紧拳头非常振奋 心中有一股无比强大的动力 他要奋进 尽快的突破 再来 小不点开口 继续挑战 结果 一连十八场 他全部胜出 无人是其对手 顿时惊动了整片天才营 越来越多的人涌来 这小子是谁啊 好嚣张 跑我们这儿来闹事来了 谁下场 将他给镇压住啊 自然有人不分出手 结果小不点再次十连胜 整整二十八场 小不点一路狂割 无人能真正的压制他 这引发轰动 小不点开口 说出了此次闹事的真实目的 我要在桌里说件事 清风是我弟 欺负他就是欺负我 我会常与你切磋的 若是刚开始时 他这样说 估计会令众人哄笑 甚至有人直接一顿乱拳 吹过去 现在却不同了 所有人都心中一灵 雨风兄 该你下场了 不然还真没人治得了这怪胎 有人开口了 白衣雨风摇头并未下场 但眸子中却有金光一闪而目 他背负双手 久久未动 小不点这一战 刮起了一股风暴 让天才赢数日都难以平静 而且没过几天 他便又来了 与人切磋 又战败不少弟子 消息传到了普通弟子那里 顿时引发一场大波澜 小不点告诉清风 再过一些天 他就要离开了 要很长时间才会回来 不过告诉他放心 已经与门中打过招呼 有长老徽照顾他 无人敢乱来 清风需要的就是时间 他在天才营比别人都要小 只要能安心修行 肯定能赶上来 连日来 小不点不断向天才营跑 结果也结识了不少朋友 自身强大 与嬉皮笑脸 让他很容易与人打成一片 终于 时间到了 小不点将上路 前往百段山脉 那里应急汇聚 出现的人都将是各大势力最顶级的弟子 你们去了千万要小心哪 万不可大意 临行前 一干元老告诫 其城市小不点一整 发现只有几个人 大多都在十六七岁的样子 皆不认识 陶冶说道 十一 人黄的女儿 以及另外几人 还有太古遗种的子嗣等 都被他们的族人护送 而提前上路了 顶级大势力 亲自出动强者保护子嗣 早已赶向了百段山脉 我再强调一点 你们可能会真的遇到太古凶手幼崽 以及强大到不可战胜的同龄人 一定要想办法活下来 最终 他们进入寄陵的棋居地 来到了距离葫芦藤不远的院子外 长老们默默祈祷 而后将太古遗种的骨块摆好 哄的一声 这里冲起了一片霞光 一个青葫芦浮现并摇动 一条青色的通道构建成功 一行人迈不走入 全部踏入进通道内 从补天阁消失 这像是一条 由青金锻造成的道路 闪烁青霞 各种繁傲符号旗械 犹如漫天星辰点缀 令这里神秘而又祥和 一行人踏入后 有种时光碎片流逝 空间层次紊乱的感觉 肉身与精神像是要分离 被单独剥落 这是一种奇异的体验 像是经历了一生那么远 又像是才开始启程 碎金闪耀 青光蒸腾 前方出现一个发光的门户 到了路的尽头 古文交织 古怪符号诸多 出口非常璀璨 像是有神火在燃烧 构建成一道神秘的门户 一行人踏了出来 全都尝出了一口气 总觉得踏在真实的地面上 才有安全感 那青色的通道已经模糊 光雨纷飞 从这里消失不见 小不点回首 正正的出神 这就是基灵构建的道路吗 一位元老点头 我补天阁的基灵 威震这片大地 只是近年来年岁建高 很少发出神威了 这里的地势平坦 并没有来到威鹅群山街 向远方眺望 依稀可见一座古城 坐落在地平线的尽头 补天阁一位天才精益 我们不是要去摆断山吗 这里连丘岭都没有 那个地方何时开启 谁也无法给出精准的时间 不过应该就在这几日内 离这里很近 我们先去那座城池 补天阁的元老涛也说道 这一次他负责带队 护送几位少年天才来此 同行者 除去他与小不点外 还有五人 三男两女 都是了不得的俊杰 被补天阁高层收为弟子 平日很少出现在天才营 小不点 眨动大眼 好奇的看着几人 哟 你们就是被老怪物开小灶 而单独收走的弟子 此话一出 不仅这五人瞪了他一眼 就是陶爷爷哑然 如果这样说起来 他也算是老怪物中的一员了